新唐人 環丘之機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丘之機 本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疑似英偽轉發救香港訊息 廣東多名維權者被抓 30年來首次香港悼念6次活動被禁 七位前英國外相呼籲國際譴責中共 蓬佩奧揭中共本質 川普示威恐怖組織 透視極左派安提法 中共不顧各界反對聲浪通過港版國安法 廣東維權人士蕭玉輝與多名網友 疑似因為轉發一人一信救香港的鏈接 被當局抓捕後失聯 到目前為止 蕭玉輝失聯已經超過5天 5月30號 臉書專頁 《南方傻瓜關注群》發文說 5月27號下午 蕭玉輝從惠州惠城區的 遇所被警方帶走 還有多名網友同時被捕 貼文說 一名獲得保釋的網友說 被捕原因和他們所在的微信群組裡 有人轉發一人一信救香港的信息有關 蕭玉輝也轉發了訊息 這名網友說 許多網友因轉發香港事件的訊息被拘留 全部統一被拘押在惠州市的園通橋派出所 拘留三天之後就會被送走 但不知道送往何處 當地警方也透露 蕭玉輝的案件是由廣東省政府層級跟進處理 大陸民眾威女士說 凡是轉發香港事件和疫情信息的網友 都會被國保和公安找上門 威女士說 她只是轉發了一張港警騎在女孩頭上 和把一個小孩打得頭破血流的圖片 微信就被封號了 大陸民眾胡先生說 中共末日恐慌 瘋狂刪帖封號封網抓人 胡先生說 她因為發帖聲援香港 40個國保 公安和便衣到她家抓她 兩會期間僅僅是維穩控制她一個人 當局就給保安人員開了15萬元的工資 還不算上其他的費用 中共人大5月28號表決通過了港版國安法後 《蘋果日報》發起一人一信就香港活動 呼籲全球公民寫信給美國總統川普 維護香港自由 川普5月29號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政策 並制裁危及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 蕭玉輝是80後 廣東惠州人 長期關注計劃生育政策 協助家長處理二胎兒童戶口 社會撫養費徵收等問題 2016年 她因1萬多元的信用卡費 被警方以詐騙罪刑拘9個月後 或判緩刑 並被禁止出境 新唐人記者常春 李韻 李佩玲 採訪報導 美國就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宣布制裁後 曾向川普總統發出公開信的香港實業家 袁弓夷表示 美國強硬制裁目的是消滅中共 扶持一個新的中國 袁弓夷在美國和香港擁有多家知名電子企業 盤及川普因港版國安法祭出制裁 她解讀為川普是向中共直接下戰書 在川普5月29日的中國專題記者會後 美領館證實正在放售持有70多年的港島南區物業 員工已預計 美國將撤資撤僑 從多方面抽乾中共 是呀 香港超過一半的 超過一半大陸的外匯收入是經香港的 早知道它搞到你 你還要出戰來撐香港的市 早知道它就要抽乾你的外匯 現在這件事的目的 脫鉤那些其他那些是小的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美金要走了 美國佬要走了 美國資本要走了 那一走就個個恐慌 個個都走 中共肺炎已導致美國超過10萬人死亡 員工已預計 美國的目標是要消滅中共 扶持未來新的中國 她要消滅中共 就這麼多東西 不是消滅中國 她要扶持中國 當時她當日扶持日本、德國一樣 做一個健康富有的國家和平的國家 但是在有中共的情況之下 永遠不會發生的 她希望美國能向香港的年輕抗議者提供保護 同時呼籲香港年輕人保存實力 不要做無謂的犧牲 新唐人記者陳桑妮、梁珍香港報導 今年是六次事件31週年 往年在香港都會舉行大型紀念活動 週一 香港支聯會證實 今年首次收到港警的反對通知書 禁止6月4號當天 在韋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悼念活動 支聯會對此表示抗議 不排除上訴的可能 當地時間週一 香港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 禁止支聯會 6月4號晚上在維園舉行悼念晚會 理由是疫情期間禁止8人以上遊行 支聯會批評警方以抗議為名 打壓港人集會自由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以及副主席何俊仁 當天對此表示抗議 變成不是根據科學 不是根據疫情 學校又不危險 泳池游泳又可以 卡拉OK又可以 什麽都可以 集會不行 我們覺得完全不合理 但是既然警方弄了一個禁止集會 我們的plan B是怎麽樣呢 我們就會是遍地開花的燭光悼念 每個燭光是一個個人的行為 是大家自發在自己選擇的地方 去參與我們一個 雲端的網上的集會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表示 會考慮提出上訴 六四當天 支聯會成員將進入維園 舉行燭光悼念 同時在網上舉行集會 蔡澤洪議員週一在臉書發文 響應支聯會號召 6月4號晚上8點在觀塘海濱 以高舉燭光的方式悼念六四 港府上個月宣布 為防止疫情將限聚令延長到6月4號 外界就質疑 港府是為了阻止今年的六四悼念活動 新唐人記者畢新慈與威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日批評 中共比10年前更具侵略性 迫使美國改變對華政策 目前美國國會提出了約60項制裁中共的法案 另外 英國七位前外交大臣聯合致信 要求英國政府領導國際社會 譴責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昨日 國務卿蓬佩奧接受福克斯新聞專訪時表示 中共比10年前更有侵略性 他還說 川普是美國很長時間以來 第一位對抗中共的總統 蓬佩奧表示 川普總統列出了香港貿易地位的實際操作 包括審查並取消美國對香港的每一項貿易優惠待遇 禁止和中國大陸軍民融合項目有關的留學生進入美國學習 考慮制裁破壞香港自由的個人 美國國會提出了約60項法案制裁中共 多數是兩黨法案 蓬佩奧鼓勵議員提出更多相應法案對抗中共 蓬佩奧說 中共的威脅源自其本質 另外 英國七位來自保守黨和工黨的前外交大臣 罕見的聯合置信現任外交大臣拉布 要求英國協調和領導國際社會 對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作出回應 英美還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視頻會議上 提出香港議題 但被中共以內政為藉口阻撓 新唐記者畢辛茨 名譽綜合報導 據比利時媒體報導 近日 比利時王子約阿西姆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5月26日 他曾出席西班牙南部城市的聚會 據比利時弗拉芒廣播電視公司報導 28歲的比利時王子約阿西姆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據報 約阿西姆5月26日參加了西班牙南部 科爾多瓦市的一個聚會 隨後 病毒檢測呈陽性 聚會共有27人參加 超過了當地政府規定的最多15人限制 目前所有參加聚會的人都在自我隔離 約阿西姆王子是比利時王位第十順位繼承人 他母親阿斯特里德公主是比利時國王菲利普的妹妹 據報 去年11月17至22日 阿斯特里德率領史上最大的代表團訪華 並與中共副主席王岐山會面 阿斯特里德訪華的任務還包括推動兩國政治關係 比利時王室積極尋求與中共合作 2014年 國王菲利普會見來訪的習近平 也是他繼位後接待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 中共使館稱 此後兩國開始深化合作關係 2019年6月 中共總理李克強訪問比利時 簽署超過2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 中共駐比利時大使曹忠明也表示 比利時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合作夥伴 據大紀元追蹤調查中共病毒入侵與中共的關係發現 病毒似乎有針對性的集中在親中國家或地區蔓延 新唐人記者閻錫綜合報導 6月1日 除中國大陸以外 全球超過629萬人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超過37萬人死亡 巴西成為南美洲疫情中心 確診人數突破100萬 歐洲各國疫情虛緩陸續放寬限制 6月1日 英國重啟關閉了10個星期的校園 但一些家長擔心步伐太快 估計有46%的父母會讓學童繼續留在家中 放寬的限制還有 戶外聚會最多6人 重新開放露天市場 允許超過最弱勢群體待在戶外 英國民眾擔心 當局仍未做好應對變化的準備 而且越來越多人忽視保持社交距離 巴西周日新增確診16000人 累計超過51萬4000人 29000人喪生 以巴西為首的南美洲新疫情中心 確診人數已突破100萬 印度周日新增確診8392例 創單日新高 再增加230人死亡 超過19萬人確診 當局宣布 除了疫情高風險區延長封鎖到6月30日 其餘地區解除封鎖 餐館、購物中心和宗教場所等6月8日重新開放 西亞國家亞美尼亞總統帕西尼揚在臉書發布視頻說 全家人都確診感染 菲律賓周一新增552期病例 累計18000人感染 960人死亡 首都馬尼拉周一放寬封鎖限制 成千上萬人重返工作崗位 但火車和公交車只開放一成多的載客量 並嚴格執行社交距離措施 尼利亞外交部長奧尼亞馬周日發推文表示 從中國撤回的268名國民已安置在旅店 隔離14天 此前 奧尼亞馬曾召見中共駐尼利亞大使 對尼利亞人在中國遭受虐待表達關注 新唐記者李梅 瑞麗綜合報導 宣揚暴力被川普視為恐怖組織 偷視極左派Antifa 歡迎回來 被美國總統川普視為恐怖組織的Antifa 對外宣稱反法西斯主義 實則公開倡導暴力 在最近的抗議活動中製造混亂攻擊民眾 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 引發美國各地的抗議活動 不料也變成暴動 美國政府指控這一切之所以變成暴動 都是因為極左派組織Antifa Antifa是反法西斯主義的縮寫 立場極左相當激進 在美國最近的抗争中 多次進行暴力活動 毆打踢歪歐民眾 放火燒建築 砸銀行等 Antifa成員為了避免被認出 多集體穿著黑衣黑褲 並蓋住臉 2017年Antifa成員發起多次抗議 為了反對保守派新聞網站 布萊巴特新聞網 即右翼編輯 伊安諾波洛斯 前往加州大學 博克萊分校演講 不惜在校園內放火 喜好 人家法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32年Antifa由德国共产党成立 并以共产主义阵线的原则为基础 直到现在两者关系依旧密切 例如加拿大的Antifa组织者就是共产党员 在Antifa的活动当中 也经常会看到有着共产党标志的红色旗帜 新唐人的电视张士林 最后报道 美国明州警察在执法过程中 导致非裔男子死亡事件 引发全美抗议浪潮 不过在许多地方迅速演变成打砸抢 纵火等暴力行为 司法部长巴尔发声明表示 暴论行为是恐怖主义活动将严厉执法 川普总统则宣布 将把极左团体Antifa定性为恐怖组织 另一方面近日李克强称 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引发热议 美东时间周一晚9点30分 本台热点互动节目将邀请嘉宾解析热点事件 欢迎观众朋友们接时收看并参与互动 美领馆出售在港土地重新布置资产 引热议 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近期市场传出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旗下的员工宿舍土地 正在秘密出售 美方对外表示出售的目的是重新部署在港资产 外界分析美国正在逐步撤离香港 美国对华政策全面改变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受访 严厉批评中共当局违背承诺 近期港媒更报道 美国驻港领事馆 位在香港南区寿山村道的六栋洋房 72年前买下来作为领事馆宿舍豪宅 近日秘密招标出售 市场价值超过100亿港元 美方证实这项出售消息 对外表示目的在重新部署在港资产 消息一出引发舆论话题 认为美国此举意味着将全面撤离香港 有网友认为香港实施一国一制 欧美都会陆续走资 还有网友说香港富有的人一早收到风声 有能力的要及早打算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认为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抛售是起到带头作用 相信在港的美国商人也会跟随撤资走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美金要走了 美国佬要走了 美国资本要走了 香港富商袁弓仪认为 未来三个月美方将出重手 联合各国对中共当局进行金融战制裁 美国对中共态度转趋强硬 根据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 一部分旅居香港的外国人将会离开 估计将有4785亿港元离开香港 新调人亚特电视沈维彤综合报道 英国政府计划携手10个民主国家 自行研发5G网络 降低对华为的依赖 来看详情 就在今年1月中旬 英国议员陆续呼吁政府 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 现在英国政府计划筹组 D-10联盟要携手10个民主国家 自行研发5G网络 英国首相强生发言人证实 当局希望在5G行动网络建设 降低对华为的依赖 英国计划筹组的D-10联盟成员 包括G7的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7国 外加 澳洲 印度与南韩 另一方面强声要求官员制定计划 减少华为对英国基础建设的参与 目标2023年将其完全排除 其实先前强声原本决定让华为参与英国部分的5G基础建设 这回随着中共肺炎疫情爆发 加上近期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 强声政府态度大转弯 对于逐步排除华为的决心可说更加坚定 新唐人亚特电视赵婷玉整理报道 下面请看本期的环球财经简讯 受疫情影响 人们在家工作比例增加 这也使电脑与服务器的需求量大增 三星在首尔郊外的平泽式工厂 增设Night快闪记忆体生产线 预计2021年后半年可投入使用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的五月贸易统计 半导体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7.1% 为遏制中共病毒疫情 泰国4月起实施国际客运航班入境禁令 为期三个月 4月外国游客入境数量为零 而去年同期到泰国旅游的外国旅客 达320万人次 为当地带来约46亿美元的收入 泰国政府预计 今年外国游客数量将下跌70% 新加坡受疫情重创 全年经济预计萎缩4%到7% 就业市场也受到冲击 第一剂失业率达3.3% 为10年来新高 新加坡政府推出预算案 来协助员工保住工作机会 提升技能 并创造新实习与就业机会 新唐人记者杰森终合报道 台湾陆港清端阳 受疫情影响改为日间龙洲赛 受疫情影响 台湾2020陆港国际龙洲赛 从往年的夜间活动改为日间 而在龙洲点睛下水仪式之后 正式举行了祈福仪式 2020年的龙洲采接受疫情影响 从10多艘减为3艘 每艘龙洲的推手也减少为12人 受影响的还有龙洲赛事的部分 除了赛事三天变两天 比赛队伍也限制在80队以下 并且全数改为日间比赛 龙洲赛我们就采用两天的部分 一次一天预赛一天决赛 那也把我们过去的夜间龙洲改到白天 龙洲点睛下水仪式 进来酒门礼炮 同时邀请彰化县长王慧梅等人 帮龙洲点睛 11艘龙洲一一被大型吊车 吊挂进入水面 在龙洲上划船绕行一周的人数 受疫情影响 也从21人降为4个人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所以不叫小团 以前的小团来 一只准来十八将手 还有一个独手 投标手 还有一个斗手 都绕了21人 连接的一个仪式 点完之后 可能说这个龙已经开了眼 能够保佑所有的 在比赛竞赛中间的 所有的在华州的人员 和一切的平安 虽然没有夜间龙洲 不过往年市区的夜间布灯 仍然照旧举行 民众还是可以白天看龙洲 晚上到鹿港老街 感受鹿港白天与黑夜 不一样的美 新唐人亚特电视 叶锡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本期的 新唐人环秋之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